赖副总统他好像十分在意 所谓主权让步的问题 于是我就想到了 那他对钓鱼台主权有什么想法呢 总统大选将近多项教育问题 选而未决 钓鱼台主权也被点出 刻意模糊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被点名 他很慷慨激昂 他很义愤填膺的对象里面 没有钓鱼台 没有渔民 我在此向他请教 他是否愿意对钓鱼台主权的问题 表表态 说说话 就算是敷衍一二都好 北宜女中老师欧贵之 四日出席教育座谈会 强调多年来 要求学生讨论钓鱼台主权议题 108课刚后却出现这样的答案 我很惊讶的在学生的作业里面 我发现有人将钓鱼台的一个主权归属 他从网路上搜到的资料 得到的结论是钓鱼台是日本的 包钓运动影响层面大 包含作家郑求宇 创作宗措 以及作家李力 荣获台湾的文学奖也无法回台 欧贵之要求当权者说清楚 完全我觉得这是个重大缺陋的 关于主权的声明与主张 可不可以不要因为对象不同而有不同标准呢 而师范大学东亚系退休教师潘朝阳已强调 从1403年开始就有记载钓鱼台属于两岸是历史事实 科本欠缺钓鱼台主权归属说明 而教师也点出教科书竟然出现日本强占钓鱼台的非法命名 间隔诸岛的名称 恐怕让学生的主权意识越学越模糊 就有周权姐欢迎体验特别报道 我是李一璇 主播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秒都不能松懈的战场 张汉弄社会大众关心的议题清楚传达出来 更要求自己先是一名认真的记者才是对观众负责的主播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并开启小铃铛哦